我再问一个 然后就是有 比方说家里有几个人 他同时帮一个人念 帮一个家念小房子 然后有一个人专门念大悲咒 另外一个人专门念金金 然后宿料的人专门念小咒 他这样子的话 会不会对那个念 专门念的这个人有什么影响 没有什么影响 他念的大悲咒会怎样怎样 不会不会 因为帮人家念的就没关系 如果是自己的功课就不能这么单一 他这个 他这种念小房子的方法 叫流水作业 听得懂吗 你说是不是一定要 那个人要是念 帮他念帮 帮他 帮他帮的那个人 一定要他自己相信 我们这样才不会被影响到 对吗 那这是肯定的先决条件 如果叫你帮他念小房子 你都不知道 他都不相信 你给他念了 一定悲咒 就是说 就不是说念多大悲咒会怎样 就是说是一个悲咒的问题了 对对对 对对对 嗯